美政府的信誉度能有多高 美国囚犯已经获释 而钱却想借8亿冲突的档口不给了 据路透社报道 根据美国方面10月12日的说法 作为美伊囚犯交换协议的一部分 伊朗不会很快获得上月存放在卡塔尔一家银行的60亿美元资金 华盛顿保留完全冻结该战户的权利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透露 在可预见的未来 伊朗将无法拿到这笔钱 早前多家美媒也报道了相关消息 正在以色列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伊朗目前既没有获得 也没有花费这60亿美元中的任何一笔钱 他说我们正对这些资金进行严格监督 并且保留冻结这些资金的权利 布林肯还称 美国财政部将监督资金的任何支出 依确保其仅用于人道主义目的 卡塔尔方面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美国财政部拒绝置评 白宫国家安全美元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称 这笔钱将用于向美方批准的供应商 购买食品药品医疗设备等人道主义物资 直接运到伊朗造福当地民众 他还称 这笔钱仍完好的存放在卡塔尔银行里 但伊朗政权永远不会获得哪怕一分钱 早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了相关消息 例如彭博社12日援引美政府官员的话称 不排除重新凍结60亿美元资金的可能性 报道称原定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60亿美元 已成为抨击拜登对伊政策的借口 也成为调查伊朗在哈马斯突袭中 可能扮演何种角色的重点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官员说 目前情报机构为获取的证据 表明伊朗直接参与了此次袭击 也没有证据表明伊朗事先知晓 哈马斯袭击计划的细节 但他们仍然坚信 伊朗清楚的知道 哈马斯正谋划针对以色列的一些行动 对于美国释放出反悔的信号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表示 美国政府敏锐的意识到 他们不能违背就这笔资金达成的协议 这笔钱理所当然的属于伊朗民众 专门供伊朗政府帮助伊朗人 获得所有必要的和不经批准的必需品 伊朗代表团没有说明 伊朗政府是否在试图获得这些资金 伊朗2010年以伊朗央行的名义 在韩国中小企业银行和有利银行 开设韩元账户 已收取向韩国出口原油的货款 美国在2018年将伊朗央行列入制裁名单后 伊朗在韩国开设的上述账户 无法再进行交易 韩国需向伊朗支付的约70亿美元 原油货款被冻结在账户内 数年过去 这笔资金已缩水约10亿美元 今年9月 在美意确认 此前被美方冻结的60亿美元 伊朗资金已转入第三方账户后不久 5名被拘留的美国公民 已经乘上卡塔尔派出的飞机 离开伊朗 5名被关押在美国的伊朗公民也获释 根据拜登政府的批准 伊朗的这笔资金转移到了卡塔尔央行 美国国务院表示 结冻的资金属于伊朗 但仅能用于购买食品药品等人道主义物资 且资金用途将受到美国财政部的严格监督 然而伊朗总统莱希则表示 冻结资金属于伊朗人民及伊朗政府 因此如何使用冻结资金将由伊朗决定 新一轮巴异冲突爆发后 美官员又借哈马斯受到伊朗支持为由 鼓噪重新冻结这笔钱 美国赴国家安全顾问乔恩·费纳 10月9日说 如果美国认为伊朗广泛参与哈马斯 对以色列的袭击 但美国目前没有将伊朗与袭击联系 起来的直接信息 费纳在美国广播公司一档节目中说 我们非常清楚的是 伊朗在数十年前就支持哈马斯 因此在这些袭击中广泛参与了同谋 但他同时指出我们没有直接信息表明 伊朗计划或下令发起了过去几天的袭击 伊朗计划或下令发起了几天的袭击